第1750集 五师横击天下底将统一阳间 各位不要有顾虑也不要惶恐 同为天下进化者同根同源 五师不会打开杀戒更不会滥杀无辜 他在安抚众人告知世间 那个神秘存在虽然击杀了南部湛州的两大霸主 但是却没有血洗沾州不重 我家老祖分明战死了 就在不久前 一位神王怒发冲冠 浑身甲咒爆发刺目的荧光 浑然不在乎这个人到底有多强 直接叫阵在那里呵斥 或有误伤 来人解释 并告知自己的身份 他是那神秘霸主的最小弟子 名为敌明 依照他的说法 他的师尊的确出手了 但却只是杀了那对师兄弟霸主 至于其他人 但凡置身事外的都无恙 而有些人主动对其师尊动手 则是被反阵而死 比如有人一直点向那位神秘致强者的后脑 想要暗中助阵 结果不曾想被反阵出去的一道光束 轰爆肉身 有人暗中一起出手 动用精神能量 想要干扰那位强者出手 结果全部被反阵回来的精神能量碾压 化成结灰 一时间 三方战场安静了 彻底无言 那些老族 那些各族的绝顶强者 都是这么死的 也太窝囊了 同时更显得无比可怕 那位神秘强者都没有主动攻击他们 这些人就死了 这是何等的恐怖 天下难逢匹敌者 当时这些人在投机认为 湛州师兄弟二人两大霸主一起出手 迎击那来犯的一人 必杀死无疑 所以那些人直接在后面干预战斗 以表忠心 结果怎能料到 来的是一头过江猛龙 其实力震动古今 一群出手的老头子都惨死了 被反阵回来的光芒碾压成血雾 行神俱密 当时 谁也都无法想象 两大霸主及强者 让一个人横杀在当场 给他们重新选择一次的机会 这些人绝对不会投机 会有多远躲多远 一时间 战场上越发的安静了 楚风听到了清衣仙子的自语声 你终时修成那种无敌玄弓 再也无上妙术 隐约间听闻过 史前有个生灵像是练过这种玄弓 无惧攻击 演绎无敌妙术 被尊为神话中的神话 难道是这个强者 一位老天尊在地狱 神色无比的严肃 相当的郑重 有人吃惊的问道 谁 哪个人 事实上 所有人都在关注 都想知道他是谁 因为此人站在湛州 许多顶尖老辈人物攻击 却反被震死成片强者 这实在是太邪门了 在史前 有个被称作不败羽皇的圣灵 据说在明洞天下时 过早的隐退进明山 追随一位老怪物 去再次修行 不败羽皇 敢这么自称 是他年轻时的称号 因为从未败过 被所有人这样称呼 这个人很强 据悉 当年的一些史前禁帝 有几个跨过纪元的老怪物 都想收他为弟子 但都被他拒绝了 可见其天赋亘古 有多么的异常 有人说 他一旦成长起来 不是黎达第二 就会更强 楚风注意到 清音听到那些人议论时 脸上有动人的光彩 他似乎在回思一些旧事 楚风自语 玉皇 玉皇 真是见怪 这时 高空中那个踩在金光大道上的人影 又一次安抚 告知所有人 他的师尊不会轻易杀生 哪怕是对立者 若不主动进攻玉皇 他也不会血洗各教 并且他透露 他的师尊正在湛州吸收于炼化万道碎片 再次出关时 就是杨坚最后的大一统 人们倒心冷气 深感震惊 真要统一天下了吗 漫长的历史岁月中 有多少天骄 有多少无上强者 都难以完成这种伪业 而在当时竟有人要无限接近成功了 所有人都意识到 杨坚真的要变天了 须知杨坚未知地 有些老怪物可怕到邪乎 没有人敢轻易去沾惹他们 就是五疯子都对那种人忌惮 当然那是史前时代 这么多年过去 有些人应该是早已作画了 你的师父如今手持混沌剑 我家师祖呢 就在这时 雍州阵营方向有人颤声道 身体都在发抖 因为无比恐惧那不好的结果 担心雍州霸主也被击杀了 原本那混沌剑属于雍州霸主 可是现在却落在了羽黄的手上 一时间 雍州阵营一阵躁动 许多忠心的弟子门徒等同仇敌铠 杀气腾腾 并未因为对方强大而害怕 别急 我们是一家人 同出一员 天空中 那站在金光大道上的男子 敌鸣向他们解释 何一啊 有人急促地追问 吴师是雍州霸主的师叔 他这样介绍 什么 一时间 三方战场上许多人目瞪口呆忍不住发出惊呼声 这太不可思议了 让人愕然 营州霸主甘愿退下 请武师带领各族进化者走出一条与众不同的进化路 想要成为中级进化者太不易 动辄就要粉身碎骨 而且肩负天大的责任 所以最终武师出山决定肩扛万道 融合诸天道果 引领各族修士走出去 接续断路 他很严肃 非常郑重地说道 一时间 许多人都识化了 今天发生的事太突兀 各种古怪大事件 一简接着一简 就在这个时 一声符号响起 震动了诸天 西部鹤州方向 有一个老僧浮现出朦胧的轮廓 顶天立地 出力在苍穹大地间 而后一掌向着南部蘸州方向打去 佛族隐世的无上强者出手了吗 同一时间 依旧是西部鹤州方向 有一面镜子浮现 映照出朦胧而可怕的光辉 洞穿了天地万道 招要向蘸州方向 西部鹤州 佛族一位老僧出手 这种生灵天知道活了多么悠久的岁月 最起码 三方战场上所有活化师般的老家伙 都不认识老僧 呼啰一声 浮光普照 看似神圣 但这样的进攻很狂暴 无量的光辉淹没南部蘸州 同时在他的身后 有一道威严的身影走出 手持万劫警 跟着一同打向蘸州 老僧不是霸主 而是另有其人 西部鹤州是佛族的大本营 他们支持的霸主 与佛教关系密切 现在也杀过去了 蘸州的师兄弟霸主被杀 雍州的霸主退位 如今西部鹤州 感觉到巨大的压力 但是他们没有退缩 主动进攻 不得不说 那老僧太恐怖了 只手遮天 挡住了日月星辰 那只干枯的老手 一下子将整片大粥 都覆盖下去 这一景象太害人了 一只手而已 在那纸端缭绕着大星 垂挂下星河 如同一片世界 宛若一方宇宙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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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